另外解案箱派出所巡逻远警在3月1号的晚间 在日强路上发现了一部围停自小客车 于是上前执行盘查 而过程当中警方就发现了 车内飘出了浓浓的特殊异味 于是就即刻的要求零星驾驶席或受简 而当时林南是自觉罚网难逃 于是主动交出了一包三级毒品K他命 而警方也随即在他的手提包 车内起出了二级毒品果汁咖啡包 总重达到了521.52公克 而车上的两人也遭警方上铐带回讯问 全案也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止条例 依送侦办 这车子是谁的啊 洗火一下 车上怎么K位洗火一下 3月1号晚间吉安派出所巡逻远警 在直强路上发现一部围停自小客车 上前执行盘查 过程中意味发现车内飘出浓浓的特殊气味 警方立即要求驾车的灵性男子 洗火受简 有K自己拿出来啦 都闻到了 那么重 自己拿出来 好啦自己拿出来快点 不要浪费时间啦 坐一坐就走了 好OK啦 下车 灵性男子自觉难逃罚网 主动交出一包三级毒品K他命 随即警方又分别在手提包及车内 起出二级毒品果汁咖啡包 总重521.52公克 车上两任立刻遭警方上扣带回询问 现在就将你逮捕啦齁 全力告知你啦齁 来 你知道这是毒品吗 知道啦齁 查过二级毒品果汁咖啡包99包 三级毒品K他命两包 总重521.52公克 严谨将车上二人带回询问 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并失去溯源追查毒品邮箱 既然警分局表示 使用毒品会对脑部中枢神经造成影响 产生妄想及行为暴躁 一失模糊或精神恍惚 严重者会造成精神分裂并导致死亡 依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 贩卖二三级毒品追踪可处无期徒刑 接触毒品海人害剂 呼吁民众切勿以身释法 记者许丽琴简相报道